三一大地震在今天满两周年了 那么150万吨的海啸垃圾也随处来漂流 还有海鸟跟鱼把它们通通吃到肚子里 汽车 房屋都像火柴河一样被洪水冲走 日本三一海啸两周年 恐怖景象历历在目 家园瞬间被摧毁 大批海啸垃圾漂洋过海到夏威夷 变成生态大浩劫 大型的电冰箱上面有汉字温度转盘 甚至整艘完好的日本渔船 日本官方估计有150万吨海啸垃圾 随着海浪到处漂 有不少都被海鸟当成食物 小海鸟肚子里满满都是塑胶 活不过两个月 专家说它剖开的每一只鸟 肚子里一定都有塑胶 甚至出现公仔和打火机 别以为这跟人类没关系 鲜嫩肥美的生鱼片 大口咬下超满足 有毒物质恐怕也一起吃下肚 瞧瞧专家在鱼肚子里发现什么 海啸夺走无数人性命与财产 伴随而来的环境污染 更是回之不去的噩梦 三星文发一集报导 海啸发生当时还有一个 拯救无数生命的天使之声 他是公务员远藤卫西 那么当时不顾自己的安危 连续广播44次要大家赶快避难 三一海啸造成了无数伤心人 包括这位老妈妈 远藤美惠子失去的爱女 就是在三一那天坚守岗位 三十分钟广播44次 要居民赶快去避难 自己却殉职的天使之声 远藤卫西 海啸毕竟远藤卫西 终于放下广播爬上屋顶 但12公尺高的办公室 随即被海啸淹没 渔公他为女儿感到骄傲 于斯他好自责 一边疯狂寻找女儿的遗物 一边责怪自己 当初为什么要鼓励女儿 强烈的心伤 这像二次海啸 几乎淹没了妈妈的心 幸好各地义工进行的 重建工作 让他能稍微忘记自责 好不容易有办法 碰触整理女儿的遗物 老妈妈在她的房间找到之风 女儿在20岁成年时 写给自己的信 人生って楽しいことばかりじゃないけれど 苦しいことや辛いことを乗り越えて ほっとした時 いつも心に浮かぶのは この一言です 母さん 私を産んでくれてありがとう 母さん私を産んでくれてありがとう 仿佛预先写给未来的信 拯救无数居民的天使之声 终于也拯救了妈妈 破碎了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